大学华文学会主办第九届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变能够开赛 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K组第三场的小组循环赛 我是这场比赛的大卫主席陈瑞一 坐在我右旁分别是正团方的技时员 兼技分员陈瑞佳与罗世行 欢迎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比赛的双方变手 坐在我右边的是正方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红红光丹中华中学 一面我们有林正辉 三面是中华语学 三面是中华语学 以及四面是陈瑞凯迪学 感恩大家到来 欢迎中华中学 向大家问好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 反方的代表队 中国人民大学部署中学第二 第二分校 一面我们有白晋同学 二面林立守同学 三面景晨东同学 以及四面吴龙珠同学 所以我双全体变手向赞助的各位问候 好 谢谢你们 当然除了比赛双方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今天决定胜负的人物 也就是本场比赛的大卫评成 第一位我们有胡桑西先生 第二位我们有郭桑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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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今天两届的电军 感谢各位补委百忙中 初后出席参与本次的赛会 欢迎你们 好 相信大家对比赛的程序 我重复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西天取经更听注重结果 反方西天取经更听注重过程 比赛正式开始 有请正方议变得到讲台 你们的身份时间为四分钟 继续将会由你开口花以后 开始一转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方立场为西天取经更应注重结果 西天取经是出自自由记中的故事 讲述着五位主角唐僧 孙悟通 猪八戒 沙宗与白龙马古人 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成功取经回国普度众生的一个任务 所以西天取经的结果就是 成功取经来普度众生 并且五位圣人成功修成正果 而过程则指的是九九八十一难 要决定一项任务应该注重什么 就必须要先了解任务的主体 就好比体育学院应该更注重体育 而学术学院更应该注重的是学业 我方论点有三 第一 公众利益应该凌驾于个人利益重要 各位 今天如果要讨论的是一项个人创业 那么创业的过程 得到的经验 支持 还有创业的结果都是由个人享受 但是西天取经是一个公众事业 成功的果实是由大众获得 而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 支持 却是唐三藏一行人享得 这就好像政府建立一座天桥一样 建立天桥的经验 知识 金钱 都是由建筑商所获得 而天桥建好之后 得益的却是大众 因此在公众事业 应该更注重的是结果 以确保公众得到利益 第二 更注重结果能够让五位圣人更团结 更有凝聚心 注重结果就等同于注重目标的达成 在西天取经的路上 我们发现套施来说的猪八戒 有超过九次遇到固难时 就立马停止散活的念头 我们也发现到 让他有这种疑对念头的真正原因 正是因为他对取得西京这个结果 以及修成正果的意念都不够坚定 反而我们来看到 在同一个团队里面杀不坚定 他在整个西天取经的过程中 并没有像他的猪队友一样 一直吵着要解散 因为他注重取得真金 他注重结果的达成 所以各位更注重的提见 就在于当发生过节 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以完成任务回前提 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 注重结果 将确保经文更早 以及更完整 更完整的运送回来 一个任务注重的事项 必须是 让任务能够更早 以及更完整 更完整的完成 有深入研究 取经过程的人会发现到 取经之初 唐僧一行人打了腰怪 就会尽快的继续上路 但是后来却不一样了 只要帮助的人想要宴情 或仇谢他们 他们就会乐意的留下来 因为让别人仇谢自己 而耽误了取经的整个过程 总共耽误了多达100天 更让我们费解的是 唐僧一行人取得了经文之后 也没有好好保管 导致传回东途的 本语经残缺不全 经文的完整 任务的前提完成 带来的益处不言而喻 可见他们更应注重的是 结果 以确保经文更完整 以及更早日 传回东途以图助大众 因此我方认为 在西天取经的任务中 更应该要注重的是结果 综上所述 我方坚决认为 西天取经更应注重结果 谢谢 请不过 您 farads 二变上台咨询 十节为2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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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方博主 在西生机中的国组 又一样多一切吗 嗯 今后我们要讨论的是 今天 是这个过程 所以 您发问其实这个问题 像现在变得这么多神话 因为我们是国主 想让我们去取消 所以您就告诉我 今天国主注重的是 所以要站在一个佛祖的脚步来看那里面吗? 是的,请问佛祖为什么不直接把精神传出去呢? 哦,对方,这一点其实对方好,我突然告诉各位 其实今天对方站在的是一个佛祖的脚步来跟我们看 今天对方对吗? 并不是 您现在不能放松我,其实 我只是非常好奇 我方想告诉您,今天我们很清楚它其实是由佛祖掌控的 也就是说佛祖是可以直接海外传出去的 可是为什么佛祖没有直接传出去呢? 因为佛祖在心中的世界都很难看见 那今天的编辑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不是佛祖要去取精 今天看到的是唐僧一行人要去取精 所以对方不要站错角度 佛祖是想让这些社会上的群众都理解得精的吗? 对吗?我非常好奇 今天这个编辑到底您懂为什么一直在跟我谈过佛祖 今天取精的又不是佛祖啊? 取精的是个师徒四人 那么上海的来游吗? 难道什么师徒四人 对方不得自己认识 对方不得自己认识 对方不得自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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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讨论 就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 当真实精承诺取回来之后 那些人到底能不能看得懂 其实我们帮助女白 为什么今天要讨论 对方不得自己讨论 谢谢主席 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所谓《七天曲经》 是指历史上玄奘去印度 读取佛经的故事 也指根据《七天曲经》的故事作为原型 进行基础加工 形成了古代响声因素 西游记中所谈的故事 我方对于过程和经过的判准为 当事人是否领会了 领会佛法真谛 领会变为过程的节点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注重 注重这个词 代表是主观判断 而不只是客观存在 在此我们要明确 在《七天曲经》中 过程是可以调整 可以受到主观把握 有所作为的 可以称主观选择和强迫 而结果是主观不可控的 因而过程是绝对的 结果是相对的 更重要的结果 会导致我们的利欲苏心 而功力能够患得患失 像是冷心 我方认为《七天曲经》 更应该注重过程 接下来我方方从两个语言 来进行乐修 第一 在小说《七天曲经》中 《七天曲经》可应该注重过程的理由如下 《成僧师徒修仙悟道》体现在过程中 在小说中《七天曲经》的主语是《世督四人》 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今天曲经的过程和结果 对于世督四人及其所代表的 果流大度的影响 在《西游记》中结果是 假Moment Creator时刺到真经》 将真经带回长安 成功学法 以及《世督四人》重作 过程则指的是 《世督四人》尖心满苦 刻苦无奈 降过来 Jegc intermedi span 冲寺 《岛城经经》 他们一直艰辛,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不就是一类博主想让他们明白,只有在过程中才能迷回到道理,使他们克服心魔,修心悟道,真正理解所法,使到真正的能力吗? 在COG第194回中,晾晒录的经书不小心将其撕破时说道,是我们歹骂了,不曾看住的,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在天底如全,这经约是全全的,金毡破了,但是不应之奥妙也,其人力所能屡言。 大意是说,这五经书之所以被撕掉的部分,是天不明的,因为他们少经历了遗难,所以注定做不到完整的经书,证明了破裂的质量,证明了结果的质量。 第二,在大唐西语记这部记载真实事实的名著中,七天曲的主语,玄奘,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对玄奘本人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定义七天曲的经书结果,为取得经书,将经书在过程安定炫扬活法,而过程则是玄奘一路克服艰辛,去取得真究并领动作法真谛,大唐西语记录了大量的民族风情,文化结束,地理环境等资料,给你们产生了一大便利,使人们更多的了解世界。 这些知识和经验,是因为这个艰辛的过程,才辛苦得出的,所以结果是依赖于过程的。 第三,从现实,从事过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说,七天曲经的过程,结果与大唐西语是相同,玄奘坚持不懈,取得真正,决定不懈,不过辛苦的精神影响的世人,他用精神的体现正在于过程。 并且,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玄奘提经是为了宣扬活法,但他取回的经书是天主的国经,只有几张指的国经是无法造化世人的。 是有需要玄奘提及过程中,学习如何解释翻译的经书,方便更好的向世人成功博学。 如果过程中,他没有学习如何翻译解释经书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成过这些高性的博学。 所以说,这过程不有的结果真正的意义。 综上俗述,我方认为,今天只经更应付出的解析,更应付出的过程。 选择扰,我方认为,尤凭扰人问 Line Rim� 我在 Safe DC 30 H messages no longer. 好,谢谢朋友欢迎练取,请一流过 请正报商店唱台自行,时间为两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方田所说的我们的结果包括他们几人成活 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总结对方的这个东西 他告诉我的结论就是 修行是个重要的一款 可是对方从来没有多比较 如果注重过程会有什么结果 来对比一下 来告诉我修行比较重要 所以看对方这样是论证不完整 再来对方没有 我们再进 下一个 下一个 对方没有请问了 今天 西天取经 他的过程 是不是五个人在帮助别人消灭药怪 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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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中代表的就是 就是这五个人去帮助别有难的人 被妖怪残 被妖怪残着的 怪妖怪 不是 你到底有什么犯的结果 所以对方对西游记的了解有点错误 我告诉大家 西天取经说的是这五个人 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的是9980年 换句话说 西天取经的过程 说的是这五个人 经历9980年 经历这苦难 拯救别人 这个才加做过程 所以大成功 对 可是还有大消灭药 还是大过程 谢谢 谢谢 再来有点盛发二面活动 时间为三分钟 接下来有点盛发二面活动 接下来有点盛发二面活动 我开始不算 有请 谢谢大家 其实对方整场加工论正下来 告诉我们说 今天佛祖我们很注重过程 他说我们看下今天的面题 西天取经 请问今天这个是西天取经 在这个整个西天取经里面 佛祖有没有一起取经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五大圣 不包括佛祖 因此对方监视站错角度来议正面 第二 对方忘记了整个 其实这个西天取经是为了什么 是一个天下事 他告诉我们必须要磨练 必须要经历很多难 才能够得到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告诉各位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得益的是他们五大圣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 得益的就是五大圣而已 所以既然我们更明注重结果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结果是五大圣修成正果 而且五度大圣大圣也得益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西天取经是一个天下事 更明注重结果 因为有大圣第一 好 各位 要比较出何者 更应该被注重 我们首先就要看西天取经 这个任务背后的意义 唐生寿悟空等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为了就是能成功取到西经 可以将国经取为大圣 造福人群 五度众生 这是西天取经的最大目的 过程中若遇上阻碍 因尽力解决 遇难止难 遇怪三怪 可是不可把个人利益放在前头 为了得到更多保护 而追杀逃走的小楼楼 为了解释 而更多成千 而动用在龙共天体 天下事 以大众力为先 解决了阻碍 即刻继续路程 各位 取经的路途上 若以为帮助人民 铲除祸害 而陪上日子 我方绝对赞同 所以我方说 应该注重过程 但是帮了别人过后 你不可以忘记你的从中啊 我方总结出了大陆的一百天中 有六十六天 是因为要帮助别人的厌界 一直在铁兰国 一直在青龙山 一直在丙修国 有十五天是因为等玉华圈后 把尿煎好才走 还有更离谱的是在 圣原子因为遵行者 不舍得和拜法兄弟里面 而耽误了六天 但是一行人 逍遥了一百天 就算拨拨东土人民一百天 復原 回程中的措施 造成经文残缺 更显示出他们对任务的收陷 所以我方告诉各位 唐僧一群人更临注重结果 才不会造成大陆 终上火速 我方监视我方立场 七天七天更临注重结果 谢谢 好 谢谢 大家今天接受 请反方将电视讯 结束了两分钟 好的 现在都没有 好 我今天是取经佛学的改革 国祖影响古今所谓的五大寿 为什么佛祖影响古今所谓的讨论 对方 我先说你先讲第一副 我有点听不清 第二 对方你可以认证一下 在古大寺里面有没有 这个佛祖存在 有吗 但他是提供 没有嘛 所以今天看到今天起庭 是古大寺去取经 不是佛祖去取经 佛祖给经 那好 佛祖给经 佛祖给经 可是今天我们要把他今天取经 啊 好的 您听我说下一个问题 好 我听你说 好 我们今天法国经 取到了中国 好的 那好 那好 这只有这个佛经对中国 产生的影响吗 这是这师徒 五人 他们五大寿 过程的精神 没有让大家受益吗 而且当天现在的现在 中国佛教独立 不是主要人群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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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是 对方告诉我 五个人在过程中 有没有得益 我刚告诉我 是有得益 但是只是五个人得益而已 所以今天必须更严重的结果 才是能得到双民的局面 因为今天 这个结果 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 古大寺修成正果 以及 取回曾经普渡大宗 造成大宗利益的时候 对吧 你告诉我 你应该做什么 他们内心的确实都要成长 好 他们只是学到的精神 好 那不可能都要成长 好 他在内心的地方 耽误了那么久 他是不是也在传播佛教 他也是在当地建设的条款 可是他不应该办公 所以现在他不应该办公 他一句一回 都有传教的责任 你为什么说 他不该耽误呢 对吧 你传教嘛 你抓到任务 你就应该经命解决嘛 结果你看到的是今天 因为你 好 我是为了 正常提说的 我是为了 好 正常提说的 我是为了补助众生 那我不应该把国家 传在这么多地方行吗 他正式啊 给族中的国家 来建设字庙 传托法 好了 这件事件 好 好 现在有请反饭二月博论时间尾 下三分钟 主题将会有离开口吧 也好 还是帅 有定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首先我发想说 有性的角度来谈论 在西匹举丁的过程中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 用赤兔四人来代表武童的 唐僧代表着执着 搭戒代表着惰性 作风代表着忆气 沙僧代表着平庸 这些作者想要让我们知道 这是体现在哪里 我们只有一个结果 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得到 这些都是体现在过程中的 第二点 刚刚对方说到 他们是 他们最后 那个佛经不完整 是因为他们取到中 没有好好管 可是我们告诉他们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们 一共需要利 九九八十一 可是 到他们取佛经的时候 从中发现 他们是少人的 他们只利了八十的 所以 才 都给了他们 一代让他们 这些佛经 遗世的能力的部分 这是因为过程中 他们没有做到完美 所以他们的结果 也不是完美 是过程影响的结果 另外 刚刚对方说到 他们都注重了个人的利益 而不是大众的利益 可是 他们为什么要取佛经 他们取佛经 不就是为了去传播这些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可以造成大众的东西 让天下 对方也说 这是天下事 他们的目的就是 让天下人 能够生活得更好 能够理解这些东西 那他们在过程中 对方所谓的耽误 真的就只是耽误吗 真的就只是 自己享乐吗 他们想向更多的人 去传播这些活法 让更多的人 能够走上更好的道路 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而且 对方都能毁销 目的结果 对方凭什么说 他的结果 就一定以目的等同呢 如果他们在出发的时候 是什么支撑 支撑着他们 一直这样走下去 他们过程中 那么多磨难 是什么支持他们 克服这些磨难 最后取到的真经 不是 不是对方所说的结果 对于是他们 知道结果吗 不知道 是目的 是他们内心的信念 那不是结果是目的 对方 并不能用结果 来等同目的 而且 对方说 注注结果 才让团队有凝聚力 可是我告诉对方 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不自然 每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他们一开始 的确每个人 都不是完美的 当然工赵也不是完美的 但他们每个人 都是有改善的 这些改善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 直接拿到了那些金 而是他们在过程中 一点一滴的积累 他们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团队合作 每一次的磨合 包括什么 珠安倩每次想要 让他们想要回去 他的师傅 他的同伴 去劝劫他 或者他自己感受到的那些 都是他们的成长过程 这样他们才能互相磨合 他们才能用团队精神 一起协作去取消 对方的情 这些是过程的作用 不是对方所说的注重结果 好 谢谢 好 谢谢宝宝儿 谢谢 谢谢 主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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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没有看起来好像 那一次是不明白 今天的片题没关系 我打一个非常简单的类比 对方 再请问一下 今天一个卖韩国的人 很注重 是不是卖了很多 可以创到多少钱 那难道不应该注重 韩国的人快吗 呃 我说的是 作为一个商人 他卖人 是不是要注重 是还得到这个钱 所以我说 这是一个奶奶 对方 对方 是不是特别干净的 是不是 那对方 你告诉我 是说 今天那个商人 他不用送 他给了他 突然没有收钱 不是啊 当然需要的 但是不是 只是更注重结果 他需要收钱 所以有对方也告诉我 还是要收钱 所以我们看到 是卖韩国的人 注重的是要得到 那一个钱 所以为了 今天一个人去买韩国 呃 我也不要去买韩国 就像我注重的是 我给那个钱 还是我不给的钱 之后得到的那个韩国 这方认为 这个是过程的一个事情 没有 对方 你只需要回答我 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是我今天我给的钱 我注重的是 当然是 我要更注重的是 我给的钱之后 我得到这个韩国 回到来自那边 请问一下 今天这个博主 他是作为一个 给金的人 请问一下 给金的人 注重过程 请问一下 在这个 我坚持取金的人 我注重的是 只要去取到这个金 请一下两者之间 一给 一拿 请问一下注重的 你是不是可以 不一样呢 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 我还没有回答 请快点 没时间了 没关系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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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给金的人 更注重过程 可是取金的人 更注重的 应该是要取得那根金 回国来补助大众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今天要讨论 要站在的一个角度 是在一个 取金之人的一个角度 来讨论这边 所以希望对方 今天不要再告诉我 什么 我为了什么 好 谢谢 很大 今天要致散 件的减联调 下来由于正在三天 火炭时间百分钟 这时间会由于开口 慢眼后开始ened 别忘了 请 感谢观看 谢谢主席 再说各位好 所以总结刚刚的试询 我们不难发现 对方看面具的角度有点偏离的 我们说对方站在的角度 是站在一个佛祖的角度 他说我作为一个诵经 你一定要经历那些苦难 才可以得到我的经 因为我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你刚刚今天看中的应该是 站在五个人的角度 如果今天欺骗取经说的就是 这五个人 他们首要的任务 就是取经成功 注意是取经的成功 如果按照你的夺辑推理下去 这五个人其实不用 其实最后他得不得 那个经其实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刚刚说不能 今天七天主席他紧要热度 就是取经的时候 你更应该站在他的角度 不是站在如来国的角度 这才是今天探讨变体的意义所在 探讨变体的角度所在 但是对方没有说 对方没有直语我们 我们的家后说 他一百多天是为了想了 可是我方是为了传教我 可是我方告诉大家 这本书是我们经历分析或分析出来 他一百多天绝对是为了传教 是为了想了 是为了人民报答他 人民的厌线 他才去为了想了 所以对方不要再急了 再来回到我方的观点 我方认为 西天取经对应该注重的是结果 怎么说 我们都知道西天取经这个结果 是取经成功 以普通大众 但是我方认为 这个团队因为不够注重这个任务能够完成 一直在他们的路途中 发生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 怎么说 最能成为典型例子的 就是胆小化石的猪八戒 猪八戒他 因为缺少取经成功的决心 前后总共九次 提出要解散对母 放弃已经回家乡了 天下事是这么随态度的吗 不对 猪八戒这些菌制当中 这些都是因为 当师父被妖怪捉去 祝父不在 或者妖怪太强的时候 面对每一次的困难 八戒第一个反应 他不是想要去想 要取经成功的前提下解决问题 他是想要想的 所以我方告诉大家 面对困难就想要放弃 其实是一位取经人应该 不忠了吗 绝对不是 因为取经人应该应该注重了 是我一定要取经成功 不论在过程发生什么磨难后 我一定要取经成功 我才能够鼓度大众 因此我方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们 让这五个人 有动力继续走下去 有动力 但面对每一次困难的时候 才有的动力 这就是注重结果 给他们的古人带来的坚持 所以我要说 对比起过程 他应该 变得 好 谢谢正常 三遍停留过情法 放一边上台词 时间为两分钟 专门您好 您刚刚在那里面 一定来到里面 想要有结果吗 就去公主公 不是我认为我想要 可是我方说的是 西天取经 本来就是一件 想要鼓度大众 这是他最终的目 但是专门已经 方所提进去的 保护地方 可以达到这个结果吗 对 他们已经知道 最终 最好的结果 就是取经成功 能够鼓度大众 这是他们已经知道 他们最想要的 最起碼的结果 他们已经知道 结果的记录 但每个人都说 他们知道 最终于来的金星 而专门所说 不放手走势 所以说专方 这里不成立的 那么 您认为目的 等同域结果 我刚刚知道 过程是有比例来 中压性 我刚刚提起 什么问题 您刚认为 目的等同域结果吗 不对 我的目的 就是要 我的目的 就是要取经成功 这个就是他的 七天取经 结果的时候 这就是我最大的目的 好的 专方也说了 目的 没有 没有 他没有 实际 还说 而专方也说 对方便有 一绝在将目的 归有成就 结果 没有 他没有 你会把两个字 拆开来 面体就是注重结果 注重结果 结果就是取经成功 这就是他们注重的时候 得到的 他们的心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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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您方所说 您放的结果也包括 师叔体人成佛 是吧 对 他们实际上 对 那么按师叔体人 对 他们小说最初的模样 他们可以成佛的吗 都可以 师叔体人在小说中 最初的模样 他们可以成佛吗 在小说中的模样 其实他们模样成佛 他们模样一开始 他们有代表人性的过点 而他们之后成佛 是说明他们在这过程中 经历了一个自身自身而转化 对 所以我方说 这些都是他们个人所得 对 未来人家里天下 是大监大利益 好 谢谢 谢谢 最后有请 反观上面 佛的时间为三分钟 继续将会有离开 我欢迎我 开始提出来 有请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 我们来看 他们就是说 所谓对方讲的五大寿 以及佛祖 他们之间属于 一曲一匪的关系 对于这些人来说 本身克服这么遥远的过程 其实并不成问题 之前孙悟空一个斤的十万八千里 直接躺到了 无赖的佛祖的手心上 而当他们决定去取经的时候 佛祖才认为他们应该克服心魔 通过这个过程历练自己 使自己成为配得上持有这个中书的人 这个时候佛祖才会在当路上 比如自己之前的金鱼下滑了 不管为什么 给那些人制造困难 这个时候才产生了 他一个真的欢不过去 他们需要经历十万八千里 这个时候为了他让他们克服心魔 好的 我们再来看 对方一直在跟我们说 什么公众利益要临下祸 要临下祸日益之上 对方的公众利益讲的是什么 在当时佛教虽然在中国的中国影响这么大 但真正识字的人没有几个 所以真正的经书 对人们的生活是影响不大 但我们千百年来 一直以来 西游记影响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他背后的那种取经的精神 这种精神一直连续到现在 绵绵不绝 对 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相比 公众利益 是不是比你们所谓的佛教 那一点点的公众利益 佛教影响力 影响更大呢 好 对方告诉我 对方他们回来以后 担忍百多天 担忍什么六十二天 那当然他们享乐吗 他们享乐 建立一座寺院 我今天为了享乐 我建立一座寺院 我给你们传播佛教 这是为了我们人享乐吗 他是一个传教者 他无论给哪国传教 都是为了苦度众生 给各国传来佛教 好 这其中 而且他本身 就不应该 不应该享乐 因为他如果 如果要是一旦 一旦被有东西吸引的话 有过什么 他本不应该持有佛经 持有佛经 如来也不自应 应该把他的佛经收回 好 第四 他们光有吃人妖怪 他就来的他们 同时也有利药 比如说 高昌国一天的国王 一直想让他的 留在国家做大法师 因为他们国家 也非常喜欢国家 可是面对 他没有取了真经 他无法确定自己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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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过程 得到这里面真正的精神 他无法保证 他的精神全是真的 所以他没有留在哪里 好 刚才我们提到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过程等于完成目标 对方先是承认 只好五个恩资 之后又再次否认 到最后也能给我们一个 行政体系的 能够说服我们的嘴 所以我们希望 可以对方一会儿 再认用一下 谢谢 好 好 西天祈经 包括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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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啊 这是真正的学者 哦 所以第二个跟我说 西天祈经 包括佛祖 我看我是 西天祈经 上部的是谁 上部的是五大上部 一只见 他的是西天祈经 不是今天给经 我明白了 你不要分不清黑白啊 对方没有 所以今天你 不要再用这个东西来 用这个方便 因为今天 我买了 您说我买东西 卖的那个人 包括在现实吗 对方没有 我们要讲 是买的那座人啊 所以他们说 你谈卖的那座人的时候 你根本不恰恰变底啊 买了 没有卖怎么买 你要冷静 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知道 金文有基础吗 我发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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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基础 并没有基础 那你要出来干嘛 所以看到西天祖 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都经过 你有集权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 五千零四十八卷 你知道为什么 五大生经历 最后面来的时候 他得到几位 只有五千零四十七 半卷吗 你知道吗 我现在经过只有二年 但我没有集权 我说 哦原来 你知道吗 我会 五千零四十七 不够了 你要冷静 我们看到西天祖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这其实为什么 是这样半卷 是因为在最后一难的时候 其实孙虎公知道佛祖 要给这一难 可是他 他不够注重结果 不够 不够 其他四大事物这件事 导致他们装网 发措施 自定的本子已经不完成的时候 火关当初 大家更定终结果 再请问你 你们知道 古大生在起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 持近前地取行到几位 这五十啊 并五十岁 五十岁 余涛 渚 向余涛 进来说 谢谢你 感谢 谢谢 上一战表 正今个短片 正好 这五个游鱼鱼鱼鞭 下来 消失两分钟 需要一点 准备自己的时间 在此提起双核 十高等 在此提起双核 教练 在家庭体育成环节的时候 领图的当中 先由正方发生同事 有请 对方没有请解释 为什么客人领悟比 传大众国的更重要 我们没有说 我们没有说客人领悟比 传大众国一定更重要 我们只是说 公众的影响 不光只存在于 经书那么一点点宗教影响力 而在于他的精神 也能够很同时 感染我们一直到 今时今日 好 我想问对方没有 最近这个故事里面 没佛祖吗 对方 西游记里没有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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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不要再用这个佛祖的角度了 我已经总结了 所以看到是对方也是说 今天这个传教很重要 所以告诉大家 在故事中 个人领悟根本 是比传教来的不重要 但是传教是更重要的 再请问你 你对朋友 请问一下 今天 伍大众国说的结果 最后东西下来 没有做好反正说实话 今天本身记不完整 这是提前提名要的吗 首先 东方没有一直告诉我们 个人领悟是不重要的 但是 我们在读西游记的时候 在读什么 就是他们过程中 到底领悟要什么 他们领悟到的东西 在过程中体现出来 并且影响我们 这难道不是他们领悟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吗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今天领悟很重要 但是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领悟的时候 要把这个经文 传遍大众来 古都大众 请问一下对方 请问一下古都大众 在为了享受 别人 别人 给予他们的这种厌线 而在比丘国 逗留了30天 请问一下 这是林方所说的 权力以赴吗 请问 他们在比丘国 逗留30天 您认为就是小乐吗 对吗 我告诉林方 这是为了 要享受 别人给予他们的这个厌线 他们帮助了 应该帮助别人厌线 请问一下 这是他们应该 逗留的时刻吗 那厌线 为什么还要走呢 再让大一个复兴呢 好 我们就享受 一个人 看一个人的个人 是否成为了一种精神 一直世世代代研究的 影响着世界人民 对 所以如果他们每一天都在当路的话 今天取经不是14年 是110年了 所以总结局 就是因为他们不够注重结果 到他们当路去成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应该小心 应该 想完一点乐多就立刻上去取经 这是我们要提倡的 按对方的意思 如果真的真的不注重结果的话 那他们就绝对起不了经 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 所以对方应该跟 所以对方应该跟他们说 他们待在那里不行吗 我们看到是觉得他不够注重结果 倒是他当路这么多天的时候 更应注重结果 更快起到经 那请问您吗 您不从来没有认证到 您更应该注重的体验在哪里 我们更应该注重的东西 就是代表什么东西 它对于我们的影响力更大 刚才您说 那个经文对社会影响力 才是更大的 我就是普遥大众 我从来没有读过什么经文 但是我多羞气 我受到他们的精神改化 这难道不是过程 过程对我的影响 比结果对我影响更大的 对于毛泉天 站在一个独书人的角度 他到底是什么 应该注重 如果我们今天说 精神影响力因此 你就更应该注重 好吗 而且我们看到是 今天我们站起来是 取经人的过程 去看这个面积 今天取经人 你应该注重过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过程 都给予取经人一种灵 这叫什么呢 更加注重 对方平时会说 吸引取经 只存在西游记里 它有很多 但是现实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大藤西游记 它记录了 那些丰富的旗 临族 文化 那些人的影响 那不是吗 我方告诉大家 今天取经要带来 只是因为 为了一个天下做的事 应该更注重结果 因为结果大众得益 那请问您 方向 在今天 在今天 五大众取经 我回徒 然后又不够注重警惑 导致警惑 不行 对方 你没有 给出交代 好的 对方已经承认 他是为了老胡大众 佛罗大众 他才去传成经 好 那他既然得到了经之后 他回徒 不应该把它 传播出去吗 你为什么觉得 在各国 待个 待个半个月 传教 传教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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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经者 传教者呀 先 对方告诉我们 他们更应该是把这个 把这个经文 去还念给大家 所以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把这个经文传出去 但讲究正下对方 对话我已经说了他 他今天他呆在这个比丘国 他不是为了要做什么传教 我发表说各位监视 因为他为了要享受别人给他的这种仇见 给他这种宴见 所以我才发现到 是这种 这种逗留是不应该 我们发表说更应该要加快什么 去取到这个基因 我们用比丘国别人动态的技术来想一想 你什么经都不传给我 什么叫不传给我 我凭什么爱戴你呀 所以看老师 你跟我说 用担当铁 跟我说 今天行 不应该行是吗 我没有说 不应该行啊 所以看老师应该行 所以他不应该当初这么多天 所以他应该注重结果 往前行的时候 更快的完整的时候 我们告诉他 更应重的往前 所以您认为他们就是要当初时间队吗 好 那您刚才是不是对我们承认过 他们在过程中取得经验 对他们自己是有意的 是这样吗 所以我方知道对自己有意 可是我方告诉各位 个人利益不应该凌驾于公众利益 我们今天要得到 是在注重结果 就是为了要这个结果 我们达到这个结果来取得这个提问 普通大众 这才是应该要凌驾于个人利益 所以我方才告诉各位 更应该注重结果 好 您既然已经承认了 经验对他们几个人是有意的 但是您刚才又告诉我们 他们一开始 并不去耽误 那到后来开始耽误 但是您又告诉我们 他们在过程中慢慢地受 慢慢地人格在完善 那请您当解释 是什么相悲的观点 所以我方告诉你 这件过程造成是对你自己的利益 你下腰为何 今天是你自己的利益 反而你的结果 是不大动 对你炸出外人的意义 你才是这种结果 如果他没有科技 他取得到精吗 对所以他在过程中他领悟了 他知道要讲客户了 是他个人懂的 可是到最后他 结果是什么 他成功取得过 这是大动的利益 所以为什么 你正常要解释一下 个人利益 为什么应该以加以 天下利益 我方说可能利益应该是 在一体的利益上 我方只说的是在 过程中他们也对自己 想要利益 这过程中他们是 边走边成功活法 被将近炸强本身的 文化来成功为各个国家 然后其次对方所说 这些取经的故事中 不会有佛祖 所以我存疑 COT本身的 这些取经的故事之上 对我方说没有佛祖呢 其实我方非常好奇的是 但是当你还没有成功取经 说你如何要去传这个佛法 给你 你路上巨道的这些人 当然想取得金钟 才可以传遍佛法 再想请问一下 对吧 请问苏武方间离开三次 请问他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取得金钟之前 就不知道佛法了 我们正因为养肚活 本来就知道一些 想知道更多才却取经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可以 传播这个经文 对吧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个人利益 我们告诉大家 传遍大数 比个人利益更重要 我们在过程中所 记录下了解过人的东西 不算是在大数的地区吗 我们刚才已经跟对方说过了 我们读西游戏 社会的这个故事的感化 就是因为他们过程 有那些美好的精神 这样我们才能够 迷迭 能够记住这种故事 那 您说那些经文 您说他的这个世界影响很大 什么道理有几个人 读过这些经文 但是 他几乎对佛教徒 有宗教的影响 他并不是国宽的社会影响 而且您还是在告诉我们 他们在过程中取得 他们在过程中取得历练 人格的进步 但您又告诉我们 他们的后期一直在想 而且越来越严重 您这就是一种 自己产生的悖恶 您一直没有像我们 有宗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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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双方便手 比赛进入最后一个 总结层次 阶段 天井 反正四天 移不到刚才 我们在过程中 我们在过程中 这次教会有您开口 欢迎我们 请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刚才说猪八戒一直出现结在队伍的心态 这是不是恰恰证明了 在他们出发前他们人格是不完美的 只有经过过程的地点 他们的人格才能完美起来 而这一点结果中体现了吗 我发现没有 您刚才告诉我们他们后面是享乐 而您举的例子是什么 他们在修调 修调是享乐吗 我说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活法 所以说他们并不是在暴会时间 而是随着心理最吸引的加深和人格的完善 这种活动是他们人格完善的一种体现 最后 第三 您一直 您刚一直认为目的等同意结果 那我自己想想是这样的吗 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 我希望会考大学 因为我不确定结果 但我不考大学了吗 这就是目的和结果的区别 然后您又一直告诉我们 他们过程中的经验 所以他们试图是有利的 这东西您还跟我们强调 但是 我请您向我们解释 为什么您记住它会变好 但是没有通过那个响乐的意思 他们没有变好的 我说他们师父四人 就会想地面重工 披荆斩棘走到临山 最终当经骚到他们手里的那个时候 他们有多么大的成就感 他们这种成就感的来人 是因为他们在路上的艰辛 都不会越艰辛 对于结果越有成就感 我们就会越注重这份成果 然后 我为您念一个经文 曾经下来是波罗波罗毕多五十五百块 不爱不中处不远 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子 这段是来自波罗毕多新经文的话 它是1300多年前 玄奘所义的 所谓目前最广为流传的一段经文 它告诉我们 只有看不一切能摆脱各种苦难 受任何干扰才能修成正果 如果不是有这一段落上的艰辛 玄奘怎么可能想明白 这篇经文中深刻的道理 他又怎么能够把它传播给我们呢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满意知识之美 即便我们不能理解它的势力 单单从它的运气上感受 也足以享受空所带来的触动 玄奘它只是因为苦行僧 它为什么有力量 能用它的精神的话 一旦用一大的后人 答案就是 它在过程中各种 你说到各种经文的真正含义 这样子的 这样它会将去办会 办会中复 与自己的思想和国家 一解释流传后事 至于小说 我们自己修计的时候 往往提到它 这种精彩的情节 流光一彩的东西 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 这些情节 像我们讲述的 除了故事 还有很多的精神 大概有希望 痛苦 愤怒 忧郁 冷漠 热情 刚强 转弱 度量 孤独 善良 忠诚 妥协 等等 等等 故事 答复我们 是因为过程 在答复师徒四人 为什么文学作品 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因为不管它具体讲述什么 都是用精神文明的血经 特别是著名的文学作品 它最大的价值 在于能帮助我们 认识世界 因为历史 其实没有变 我看基础变了 衣服变了 饮食变了 什么东西都变了 但这都是奈何 它的内部没有变化 就是说 所有发生的东西 在小说中 向我们传播 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的体现 作者将它们写入过程的那种 才得以感受到春月 春月历史时空的 这种春月历史时空的声音 我们爱看的西游戒 是因为它们中间的过程 西游戒 因此取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没有三岛白骨骑 我们就不会知道 师徒四人争吵 富气 但有宏规于好 如果只是想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 看到作者面去看一看呢 这种结果的师徒 是允许 不能用什么手段 比如说让作物功 帮他跟后吧 我们直接负责 或者偷偷抢 这个可以说 负责手动 我们只要拿的都好了 但是作物过程是什么 师徒四人都可以同心 打靠我们今天 打靠我们可能走到最后吧 但是这才是 师徒 我让他现在打动 我们都是 对吗 先把他在那边 最后有您的证据 可以看到 这两个讲座 有些时间通料为五分钟 进去交互 有您看口罢 也好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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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面积的专注 今天整个面积最关键的事 你才三个字 更是更加注重 今天什么是更加 更加是在于我们更加的事 更加是叫你 要更加 更加的意思 是叫你要加你 的意思 反而注重我们今天 把它分为三个阶层 就是 很注重 很注重 集菜又注重 我方告诉你今天 瑞士要更加的时候 是叫你在原本的集成里面 提高一层 这么说 我们来打个例子 今天 如果我现在我已经注重了 我已经注重学业 可是 如果我妈叫我 更注重学业的话 这叫我提高一层 变得很注重 叫我更加努力 叫我更加努力 我方今天告诉各位说 今天为什么 今天不应该注重过程 因为他们在过程 他们对过程 已经很注重了 怎么说 这样没有说 因为今天 这样没有说 今天过程 这样没有说 今天论证理想告诉我 说 他们应该更注重过程 因为佛祖教他们 他们应该更注重过程 因此他们就很注重过程 对 他们已经很注重过程了 只要说 他们今天在一部服务中 都大半全部摇摆 在一部服务中 都帮外了 全部有那个人 他们已经很注重 对啊 如果要更加注重的话 他们就会变到太注重 太注重 他们就会天天 离开过程 去三部层以外的外户 有一些人去帮很多人 所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就会耽误他们的行程 这样子做 只会让他们 只会让他们取经 从14年变成140年 所以我方说 不应该更注重过程 法人应该更注重结果 为什么 有一些他们对结果的程度 只在注重 怎么说 今天当苏鲁公 在苏鲁公寻听 他们寻听 还可以放下 跌进河 那么低谷的一个收获的时候 我方告诉他们 很明显 是因为他们不够注重结果 所以我方告诉他们 应该更加注重结果 把结果提升到很注重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更完整 更完善地把整个经 取道去主打动 所以说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 只怕主一样的队友 可是今天我告诉你 但你今天基金就 就有一只猪在天天中 参加上已经很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只猪 一起来都在吹 在吹回整个团队 到了里面 国际很爱 我们去再一起享受你的人 吃到好吃的 就想说 我们一起留在更多的自己酒吧 可以看到吗 遇到坏兽 就想说 我们必须逃跑 必须解散 放弃整个任务的时候 我方告诉各位 很明显 今天猪八戒 根本就不够注重过程 因此我们说 我们应该让猪八戒 更加注重过程 我们应该告诉猪八戒 应该 我们应该告诉猪八戒 应该更加注重结果 所以来让猪八戒 所以才能让猪八戒 知道自己今天 整个取经的目的 整个取经的结果是什么 时时刻的提起自己 我不能放弃 我们要时刻的告诉猪八戒 你不能放弃 因为今天 我们要的是取取信 我们要 która 鼓度大众 才能让猪八戒 继续奋努下去 一起跟他们一起把án 往前振达 第三点,我还要告诉各位,今天七天主经更应该注重结果,是因为今天七天主经,是今天天下的事情,是为大家在做的事情。 的确,第二个话说,我们今天七天主经,我们应该注重过程,因为过程大家是精神,可是各位,或是让你领悟,或是让你学习,这些都是个人的利益,你领悟了,你学习了,你的经验增加,你up level,这些只是个人的利益, 反而今天结果是普遍大众,结果是你把经取回来,完整的高端,让大家都可以主义,你让大家都得到利益,所以今天结果是大众的利益,反而过程只是个人的利益,所以我还要告诉大家,应该更注重结果,因为今天结果比过程更有意义,普遍大众传教比,王马可是比,对方便有了这个, 这个杀怪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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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非常注重在你 注重到你 全部怪兽都杀到完 动都烧过来 彻底的残草逐渴的时候 我还能告诉各位 今天他们已经很注重过神 反而他们今天 根本就不够注重结果的时候 我还能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更加注重这个结果 以确保他们能够把整个结果 他们能够把整个事情 完全安成 完整地带回来 以五度大分 这个是我还能告诉各位 为什么他们应该更加注重结果的原因 谢谢各位 接下来这次结束 接下来提示我们会有两分钟的缓冲时间 来决定第一个人印象票 今天广告的提订 他途选 反方 反方的音调 第二位途选 郑林先生 他途选的是 反方 第三个途选 第三位途选 他途选的是 正方 所以第一阮名 像票的总结为 正方以票 反方以票 反方暂时以票票 一看一眼 現在將公布渾場下一次的最佳變首獲選人 由於出現同科的情況 所以這一場賽事共有四個最佳變首獲選人 特別為正方二變 正方四變 長方一變 以及長方四變 接下來請評審請公開討論 時間為止 請公布渾場 因為我評過正方 所以正方應該懂得點評的方式 我會分這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跟這廠商你們給我看到的情況 然後我會直接點評 所以我不會加入個人建議 在第二個階段我會開始加入個人建議 所以第一個階段是你們給我看到什麼情況 然後我會加入個人建議給你們聽 所以可能會你們會露到什麼東西 這樣你們可以記錄作為檢討 然後第二個我加入個人建議 然後你們可以看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們 然後作為改善 所以第一個階段 首先正方開出他的稿件 他的稿件是 三個論點 首先是公眾利益 就是他長達的 然後目標會一直緩結 然後第三個就是更早 然後更快的完成 如果把它當成 就是注重結果的話 反方應用開出他的論點 所以他就開出過程更能彼不整理 然後他講結果 不是過程會聽講結果 然後過程是賦予結果 真正的意義 這是你們開出的論點 但是往下來打 首先是零反 就是反方質詢正方時候 在反二時候 我是沒有看到有任何 得到的結論 因為都是給正方 吃著去講 你的質詢時候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是沒有進入東西 然後在正三質詢的時候 他第一個要扣對方的東西是沒有比較 然後說 對 你第一個要扣的東西沒有比較 然後第二個你打的是 就是所謂的五個人一起殺 妖怪 然後幫人 然後你就告訴我 你主要的目的也是幫人 在過程中 你請你妖怪 照幫助別人 然後大概打出這樣的東西 但基本上 我是不明白 OK 你沒有比較那個 我勉強的接受 但是第二個 我不明白 你要打出什麼東西 然後基本上 當你們打這下來 你們 其實有一個主打的東西 正方的主打的東西 就是公眾的意義 反方打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要接果的話 你直接飛過去 你得要得去 就是你取了細菌 但是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你還是要看過程 所以按理國際 如果你要注重接果的話 你倒入直接 就是 孫悟空直接翻過頭 然後就直接 飛去所有地方 然後取了他的菌 然後就已經結束了 這是你要不要大的東西 但他們講的是公眾的意義 所以這是你們主打的最大問題 但你們 其實我很聽過的就是 過後你們 往下推 然後你們一直正一些不必要的點 在正二時候 開始講出佛祖遺跡的東西 然後你就講 五個人當中 沒有包括佛祖 然後請問佛祖 然後OK 你懂了 大概這個講了很多次 然後反觀也是有功 然後 其實這個是一個小點來的 然後我覺得沒有不必要正的 但是你們還是正正有 反正也有 然後只有便才在正 到解便才在正 所以這個佛祖的東西 打到最後 其實為什麼我覺得沒有必要 但我要給你們知道什麼 就是為什麼沒有必要正 去西天取經 更迎注重霍財的結果 當然是 要嘛就是看普遇眾生 要嘛就是看那個五個人 但你要說服我 佛祖也包括在裡面 到底即便我給你拿到佛祖 也是算在你的討論方面是那一 你論正了西天取經 更應該注正過程 你論正不到咯 佛祖他到底論正了什麼 他是你的論點 他不是你的論點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花時間去正 然後即便你正到了佛祖 不包括在裡面 我的意思是講 即便你讓他 就是佛祖給你拿 OK佛祖也包括 這樣你論正什麼 過程 就佛祖他出現了 在你的討論範圍之內 到底為什麼西天取經 突然間變成 應該注正過程 我不明白 所以佛祖這個 不是他的論正進來的 然後你們到處會一直整 但更重要的點 就是對方答案 如果你注重結果 你直接飛過去 就是你不用經歷降過了 你直接 你所謂的就是 你要完整的那個 那個金嗎對不對 你會少一個 這樣子 你就是去取經而已 你不用過程 你就是飛 然後一個人 飛一個地方 然後就一個人 飛一個地方 抓那個經過後 然後收集收集 哦我收集到八成一個了 OK然後就交給那個佛祖 這樣子就可以了 他的意思這樣子 但也沒有空這一點 但是由於你們有前提 有一個很大的利益 還有你們的論點 那個就是公眾利益 在公眾利益的情況底下 然後我是聽到對方有問你的 比起大家的公眾利益 比起公眾利益 就是大家的那一個利益 你的五個人所取到的那個真理 到底對大家有什麼幫助 他的意思 簡單一次就是說 OK 你們四個人在過程中 你們應該注重 OK 然後你們注重了過程過後 你們到最後 你們得到什麼好處 就是一二三四都變成神人 OK你們這四個人 都有很好的經驗 一百二分 OK 但是重點是你們沒有幫到 平民百姓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因為你沒有收 就你是注重過程 輸不輸 贏不贏不重要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問你 然後我打個簡單的例子 對方的簡單子就是 你們四個人覺得比賽 輸贏不重要 所以你們注重是努力的比賽 準備過程就好了 但可能你營養過後 對你的學校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你的榮譽會提升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講 如果你注重結果 即便我們四個人到最後 沒有什麼收播 我們的公眾都有收播 因為他要做的東西 就是補足眾生 這一點其實是很單獨的 然後我是覺得還好 它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由於我覺得你們沒有 很完整的功波啊 而且到了結辯你們有沒有處理 所以在這一點之上 是讓你拿的 但在還沒有讓之前 是有變的時候 就是你們打這下時候 到了自由變 你們在那個階段 就是打我主 打了補足眾生 你們這裡一直打過程 不重要 而如果按你的邏輯 就直接飛過去 打這個東西 一直到自由變 前 然後差不多到自由變時候 我開始有幾個問題 是讓你們解決的 而我判斷我印象標準去哪裡 就要看到底誰解決到這個問題 第一個 到底什麼是注重 注重的意思是 我注重了結果 就必然不會注重 我注重了過程 就必然不注重結果嘛 但是你們的說法就是 你出的過程 你就逃迷在那邊 你就會沉迷在那邊 沉迷在那邊 你就不會要取經啊 然後你就會在那邊 一百年了 但我也可以注重結果的 我還是要去到國土那邊 我可以同時注重結果的 我不明白 但這裡沒有解決 所以我的疑惑是 只有變形 到底誰跟我講 注重是什麼意思 注重是 我注重了你就不注重這個 因為我會確實 好像我注重科學 我就會忽略掉數學 還是我注重科學的同時 也可以注重數學 只是看我哪一個更需要注重 哪一個需要加強 誰給我這個定義 我就會把這個比較大的粉 判底水 但是自我變成沒有 第二個 到底 結果好 過程完 這是對方講的東西 什麼意思 對方講 要沒有 做中結果 你看我的目的是要什麼 目的是要收集環境 然後我要普渡眾生 它的結果是什麼 是走向好的道路 它的結果是什麼 要普渡眾生 看起來就是完好的價值 但它講你們的過程的目的是什麼 你們過程要注重什麼 就是成名大田 你看到那個東西吧 先天性對方 又把你比較什麼不公平的比較平台 它首先把自己的結果論 就是他把自己的結果定義在 他結果一定是要普渡眾生的 所以這一群人 他不管幾塊多 他就是要走到普渡眾生那邊 因為這是他的結果 所以四個壞人 如果他們注重結果的話 他的結果是什麼 普渡眾生 這樣他就會去做這一件事 真的是好事 當你們的結果是什麼 他把你定義成 就是在這裏完的 然後 過程就是 都留在那邊了 然後會等到一百年 或是更是一千年 在那邊 但過程可不可以是 他們都是在努力的幫人 可以了 你可以這樣定義好 所以過程是取決於你們的經歷 那 過程可以變好 可以變壞 但由於對方心理性 把你這個東西 變成壞的 然後把錢變好的 然後他的將稅 應該做到結果 然後我就看你們會不會去解決 OK 然後 第三個東西 對方 很狡猾 然後他一開始 他打的時候 還覺得還好 他沒有把我露出來 但到這裏面上 他直接很刺痛 我把他的東西 講出來 然後 你贏不了去心境 贏不了 應該嗎 這就應該對他結果 不然你就是不要去心境 就是睡在那邊 你得到意思嗎 他就是付出那邊際 他把你推上進化 他讓你沒有特別的信仰 他的意思是講 他要去西天取經 更以注重結果 然後他這邊講的結果 就是要去取西經 你會喜歡論證來的 我看有人如果 OK 所以對方是有很多瑕疵 很多漏洞的 所以我這裏面有很多疑惑 我看誰定定義 看誰制定標準 看誰拒絕對方的論點 OK 然後這裏面的時候 你們打什麼東西 直接打 還是前面諮詢者 就一直打的公眾利益 你們這裏 一直打的東西 就是 傳火法 過程中 很重要 如果你不留中間的團 就會這樣子 繼續解決 所以基本上 你們還是講述你們 自己本質的論點 然後你們同樣 也是有打回國主 你們同樣也是有打回 享受的 就是所謂的 逗留在那邊 一百年 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自由變你們沒有很有效 解決我要的問題 我就等到 截變處理 OK 但截變一樣 還是總結佛足 想的 享受 還有公眾利益 然後就是講 你飛過去就可以學進了 然後這裏還是 這裏的截變 就推出來 一個信念 然後 我本身是覺得 你在截變時候 推出來 是對方不公平的 為什麼 因為 你截變 你是最後 然後你推出來的心理 就是 沒有這時候 你更應該解決 為什麼我覺得 你不應該 不應該注重過程 是因為你的過程 已經解決 已經注重了 已經到一百年了 如果再注重下去 就會更嚴重了 這是你截變時候 才打出來的 但 他是不能打過的 所以其實是不公平的 OK 你前面是沒有打 你是當截變時候才出來的 所以 我不會不接收 但我也不會給高分 OK 所以我可能給一分兩分認識 因為你是一個小點 OK 他不是你的大點 我本身覺得 這樣是公平嗎 對不對 然後過後你就講 結果就會更努力 然後你就會講 大眾利益 還是一樣東西 所以基本上到截變 你是沒有處理我的問題 這樣我就要跟著 到底你們兩個 最基本的 那個大大的 又很 又很粗暴的論點 和很單磨的論點 那你誰成立 我基本上是覺得公眾利益 是大過你的 所以我覺得更應該 OK 這樣我的投票 其實很簡單 你沒有公道的人 還沒有公道的人 你們兩個也沒有在 確實對方的東西 你們就是有兩個很廚房的論點 那個論點就是看誰成立 這樣簡單 而我本身就說 原因是因為 他那個大眾利益 比起你的 那曲奇只有五個人 更加大 所以更應該 就這樣子 所以印象比較多 但是覺醒比較就未必 可能會考慮這樣子 還有分數量也不清楚 然後 至於進入第二階段 有幾個人 我是必須要提 建議的 在廠商的思維面首當中 我本身是覺得 你們的諮詢是 非常的活摩的 首先 在 中國隊 你們本身 在場間上就非常好 但是你們有一個先天的 缺失 你們要去補充 就是你們的諮詢 因為你們的諮詢當中 你們不會短回相見 你們很喜歡 諮詢時候 你們會自己講 然後不會給對方講 我指的自己講 不給對方講 不是那種 不可以講 不可以講 我的意思是講 你會有時候忘記了自己 在念這稿 或者是你忘記了自己 在講的東西是很差 看起來它是成稿 但其實這樣子 對你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你要做的東西是 逼對方去答一些問題 從對方的問題當中 拿出問題來攻破它 你要他自己講出那問題 然後你再攻那個問題 不是你自己講問題 給他發現你的問題 所以諮詢是一個很好的環節 但是你沒有善用 而這裡的諮詢 我就本身是覺得你們很沒有層次感 因為基本上你們呈現 不夠外國類那麼好 所以基本上你們的呈現上 就已經不足 可能你們的詞詢上 是稍微比外國類比較強 因為你們攻擊力蠻大 但是因為你們的呈現 還有你們的 你們抓的點 你們不夠清楚 你們不知道哪一個是交通點 然後你們不知道哪一個是更重要大的點 佛祖不應該打的點 就不要大的 然後你們抓住重點 然後你們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沒有層次感 感覺你們沒有在第一層 第二層第三層的中間 這個東西我們打爆的 你們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你們的諮詢雙方 都做得不足 所以你們要在這裡面進步 因為諮詢分子很高的 在這裡 這就是我的點名 簡單就是 我為什麼怕有訪問 就有點簡單 你們今天主要繼續與兩個戰場討論 第一個 這趟旅程 這趟曲情的這個旅程的價值 ok 第二趟是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是在三邊 或者四五邊 跟幾邊那邊 我越可以提到 幾邊比較多 ok 我們這兩趟來看 第一趟 什麼叫曲情的效果 第一個曲情的效果 這裡也是很相關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沒有取代過完整的金属 你們給我的 給予我的那個答案是什麼 因為沒有進入金属 所以這個金属 毛無關不利 所以沒有取到完整金属 對不對 他們有沒有給予反過 有 為什麼沒有取到完整金属 是因為不注重過程 一少一大 ok 這一邊你們就這樣提出了 那我知道會因為 為什麼會取一少半顧金属 是因為雙方都有責任 你明白我意思嗎 這趟算打批 需要第二趟 對後人的影響很大快 也是你們提拉的注重 這個曲情的效果就是 最終我們取得金属 因為我們注重紀國 所以我們取得金属 可以補足眾生 這是你們的說法 法法有沒有處理 有處理 ok 他們的說法是什麼 就是 你這個所謂的取得金属 會去宣揚佛法 當時候第一 因為語言語言的問題 所以不是太有人 不懂這本金属 第二點 他也只在佛教 這些文人之內 就是彼此傳閱而已 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補足眾生 相反 你們可以出一個東西 就是 西天取經把它看成一個小說 與故事 或是玄奘取經的這個故事裡頭 反而經歷後人 對於這種佛經的嚮往與樂趣 所以你們這裡就是說 對於後人的影響反而更大 ok 你們在進一步 一定要去文學價值那一塊 反而能夠感動後人 所以你要比文學價值 這樣上個效果 或者對於後人的影響 你們這裡他是比較完整 不能提得出來 但 你必須得注意一下 你們很多時候的 反而讓我感覺像誠實 你會覺得嗎 你們的講法不是說 對方說的這一趴 我說這一趴 因此我比你 你要比評審 老虎進去 你講的這個好像性的 他比較 你要不要 那我要不要算是法國呢 還是算是你第一位 那個新典啊 你明白我也是吧 你把很多法國講成這樣講 你就讓我很為難的正常 那就沒到你這 是不是一個法國 還是我倒霧過多 你明白我也是吧 但既然不是雙方沒有說出來 我只好考慮的是 這是你們起 一個比較的戰場 而他帶來的效果貌是很大 因為他把你局限為 只是對國教中的人有影響 他只是對每個讀過西語記的人 都有影響 所以化為可能比更廣線 OK 這是對後人的影響 OK 繼續 取經的效果還有第三塊 就是對自己的五十五的影響 你們這塊 基本上也沒打算做這 對不對 你們基本上是完全擔控他們 這就是一個五十五 他們彼此之間 去除心魔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一趴也基本上讓給他們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取經效果的三塊 第一塊打平 有兩塊給他們佔得流失 雖然不是太平線到我聽得出來 所以取經的效果上 而言我是更加欣賞於反方的 再進步來看 文學架子的那一塊 上面只有我們樂隊的起步 然後接邊發變成主軸來看 即便才是個東西 我會把它當成一個主要戰場 但你還有一個正方 即便的機會你完全沒有注意 我就默認有認同他們文學架子 跟到這個前景 你明白我的事嗎 你感覺完全沒有聽到我們 反方接邊說 你看這個過程 你用我們主軸過程 他們打三打牌不經啊 他們這個過程裡面打 明火煌啊吃零掉 都不能敢動我們這種品質 都不能精彩 你明白我的事嗎 他現在是文學架子面的東西 但你是注重你自己的說 你明白我的事嗎 甚至是可能你之後呢 你之後可能有些好演篇 即便讓我感覺就是 更贏注重那塊突然間推得出來 明白我的事嗎 你沒有做現場處理 所以文學架子這一塊 完全忽略處理了 明白我的事嗎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取經激活戰而言 大部分給對方占掉 文學架子那塊 對方的確來也沒有出力 主要兩個難場給對方拿掉的情況下 我認為反方能夠比較多獲勝 但我必須得說 反方追打的問題是 你們的欺失 你們的反駁 全部語句都有很多問題 也讓我感覺像講到 沒有攻擊力 如果不是我聽到這麼仔細 把你們劃分戰場的話 一個稍微晃生一點的評審 就會覺得真反正不斷就攻擊你們 你明白我的事嗎 只是話說 打到這種情況 他們欺失贏 讓人感覺像攻擊 你們大陸以上反向比較有敵一點 和誰贏都很正常 你明白我的事嗎 如果你們還有下一場的話 我給你們的建議就是 請捏起反駁的語句 讓你想它很明顯的 聽得出你在花魂戰場 我們在比什麼戰場 明白我的事嗎 OK 這是第一趴 第二趴給你們反駁的一點建議 OK 給予你們這些反駁的建議 你們很容易認同前提 什麼叫認同前提 他們說 西天取經 為什麼不應該注重結果 因為注重過程的話 就會大於想的 對不對 注重結果的話 就是只看西 那個西天取經的 能不能學到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看 竹八戒就是在注重過程 那你們為什麼過程 就是這麼自私自利 注重自己的快樂 為什麼 結果就不值得高達上 是注重取西經 為什麼大於想的 OK 比如出八戒啊 所謂的喜悅 所謂的想樂 來獲得快樂 獲得太快樂 合唱不是一個結果 你明白我的事嗎 那些外套會體上 反對來獲得快樂 合唱不是在追求 一個錯誤的結果 你明白我的事嗎 你非得說 單於想樂的話 過程可能 結果也可能 為什麼只屬於你那一方 你基本上 你能快速達到這一點 基本上他們後面 沒什麼好說 你明白我的事嗎 你們太容易認同前提 但即便在往下 你們的論 就是在你們族邊講提出的論 能不能回應這個問題 實際上我是有聽到 你們有一個論點 是能不能回應的 你們要說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太過於注重結果的話 就這五師徒心態上 太過於注重結果的話 容易挖得挖持 對不對 你們自己他就應該 放大來看 OK 其實西邊群 更應該注重結果還是過程 其實對於他們五師徒的一個考驗 如果注重於結果的話 OK 像他們所說的 中間遇到妖怪 不要去哪 我們最重要是取經 中間遇到那種 要見不識的 不要怕 我們最重要是要取經 這什麼叫執著 法西徒心魔 你明白我的事嗎 什麼叫做真正的佛 就佛家中人 什麼叫隨緣 隨緣的意思是 當時我幫到這些人 OK 我看到我們被妖怪洗腹 水杯 我隨著這些人 覺得悲殺味道沈摩 當沈摩之後 這些村民覺得高興 隨喜 我還沒洗清楚 那幾天十天 我不執著於我一件 所謂的事情 這才是佛教中人 所應該做的事情 他這種執著於結果 發生路德心魔 所以這個其實法 是個考驗 西天取經 更應該注重過程 才是結果 你懂得過程最重要 立念同誠 提升你的 提升你的新的信念 這才是一個佛經中人 佛教中人所應該做的事情 你們本身的立論 就去了這樣的威力 你明白是吧 你就會不斷地歸入對方 你看看到人不發 對不對 他指著你們幫人當沈摩五天行程嗎 不要幫我 他指著你們打藥掛當沈行程 不要打 發覺到嗎 變成是一個取經的工具 你不再是佛教中人 明白還是吧 這樣可以看到人不發 明白還是 你們的本身的論 是能去到這個地步的 正法的論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你看 西天取經 怎麼能夠減少這種痛苦 魯家說 天將將大人與死人也 必須要老其精度 為什麼魯家的人 即便受到太多 更再多的摩念 他們也依然的話號不過來 你們倆認為 這些摩念 就是為了追求達到這個結果 恰意是著於結果 所以過程之中和摩納 不達成是什麼一回事 你明白了是吧 只是著於結果 能讓你的取經路上 更少會覺得想放棄 更少會覺得不甘心 你明白了是吧 其實今天整個面前看的 是心態應該怎麼發 而不是要有結果 還是要有過程 對不對 有過程必然有結果 明白了是吧 今天不是要過程 是要有結果 而是我們心態上 應該怎麼發 你們應該說 我們心態上應該放在 結果之上 那求求發行 那不算什麼 那時候我們去吸經 必定要經歷的過程 不是 這就是我們去吸經 必定要經過的東西 明白了是吧 只要你一切東西 執著於那個吸經之上 這些磨難你都看不見 算什麼 得到吸經就好 這會讓你 這個學習今天度下 更順遂的多 你內心也不會有這麼多執著 與怨念 你們 基本上變得 也可以達到這個地步 就會變到 後來很奇怪的出場 就是 他們就是要過程不要結果 你們就是要結果不要過程 怎麼可能 你明白我也是吧 有過程變掉結果 更多是考慮心態上的問題 OK 基本上這樣 我可以給小方一論建議 我先說一下這場 應該會有評判 評判 我們評判應該會有太多國家 其實判水銀跟判水書 都可以有理由 原因很簡單 你們沒有交代給我們評判 我們應該怎樣去判 為什麼你的論點算是論證成功 為什麼你法國的演算是重要 你到底在論證還是在法國還是在舉例 這一點你完全是沒有交代 所以 若有評審可以幫你們歸類起來 那是法國 那是立論的話 很幸運 可以 可是也有一些可能抓不到 不懂你們應該要講什麼了 你們只能說 下次我們要搶壞一點 或者是正心補助你的論證 我為什麼會判訪你的原因 是因為我要看一下誰開稿的路 不懂得到最後是沒有被中到 甚至是沒有被挑戰 甚至是沒有被划解的情況 正方其實一開始有個前提叫做 西天取經有三個目的 所謂的成功取經 修成正果 不足重成 其實嚴格來講 在那三個目的你們提出來當中 都有個人利益跟公眾利益 我不明白為什麼到最後這三個結果 你們必須排列一個順序 公眾利益 必須大於個人利益 難道修成正果不是一個結果嗎 當然你可以講 修成正果是由於過程而來 西天取經也是由於結果而來的 OK 在這裡當然是我最方的疑問 看下對方會不會去挑戰先 這一個論點 工作利益跟利益 這一個這場的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戰場 派會不會討論 第二第三個論點 基本上是告訴我 如果意念不夠 怎樣完成任務 如果意念不夠 真本經數怎樣回來 簡稱來講就是說 你沒有對結果有想法 又不可能完成任務 你的意思 基本上這兩個論點是一樣的 可是基本上你會發現你 進行的確實比較 告訴我的是 沒有對結果有經驗 有過程 所以 有的失敗 可是這一次 底調性變體 應該講中間 應該是兩者都有 是注重的重點在哪裡 所以你的論證態度 跟論證模式 其實對這個 底調性變體來講 是有些東西的 但是你要看 反方你們有過去挑戰 反方基本上 最大的挑戰 是對公眾利益的挑戰 然後他們開出的 架構長就是說 佛主他只是在 頓點之前 告訴你說 佛主他只是很 很親密地去驗你們 如果要注重過程的話 如果要注重 不注重過程的話 為什麼不自見啊 經書 其實這個也是 典型確實的比較來的 我不需要過程 怎麼只有結果 這也是典型的確實力比較 當然 這個佛主到前面的時候 他不是他的論點 他只是一個很大的質疑 或者不需要一些正當性 說過程必須要存在 可是他沒有論證 過程為什麼因此更重要 他過程因此更重要的東西 主要參加他三個論點 跟他接下來的層次當中 都有被體現出來 基本上其實就是一句話 沒有過程就沒有結果 沒有過程的價值就沒有結果 沒有過程 質量沒有結果 質量一切都是 一切的結果都是依賴過程 所以 你發現他這樣的論點設計的時候 基本上你們所講的公眾利益 個人利益 什麼結果都好 沒有過程 就沒有你的公眾利益 沒有過程 所以我明白他發生 有不懂怎樣去傳教 需要直接利用 他基本上的態度是這樣 對這套套契有反應 你看這話 對這套套契是完全沒有過程 所以你們最大 這一場不好看的原因 就是你們犯的最大錯 就是在爭套佛主 是屬於誰的利益 可是就算給誰爭道了 都不屬於誰的利益 況且我覺得雙方沒有爭道 因為你一方是講的是 你一方 我可以叫詮釋 一方詮釋 西天取經是一個動作 所以只涉及五個人 一方便詮釋 西天取經是一個事件 所以必須涉及賣 涉及賣的人 點進這個邏輯過後 你才能告訴我說 為什麼要看行動更重要 才要看事件更重要 問題是你們連這層邏輯 都沒有點出來的時候 你們只是互相的提出抗議 沒有互相提出反過 以至於西天取經 跟西天點進的分別 我懂你在指的是行動 為什麼這個題目 你應該以行動作為西天取經的詮釋 你這邊可以繼續去詮釋 所以你們就提出反對 你們提出反過 第二個你們真的是有反而提出 到底結果跟目的有個區別 這裡我覺得你們反而沒有做出 一個足夠清晰的解釋 如果有區別之後 為什麼要叛逾這個利益 對你的立場有什麼幫助 因為按照我理解來說的話 我追求結果的達到 反正這不是一個目的嗎 在現在這樣我覺得你們沒有解釋清楚 結果跟目的之間的區別 明顯區別在哪裡 我聽到的例子只告訴我說 目的 結果可能失敗 但是目的依然存在 這樣一個邏輯 可是 你沒有口徑 追求目的就是一個追求結果的過程嗎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浪 你有給過很好的解釋 到底為什麼 我必須要區分這兩個概念的時候 而且這兩個概念對你的立場 到底有個利益 我也是很存疑 所以自由院基本上 你們來整這兩個 還有空間的一個方向 大部分上是講說 用過程 腳步的結果的腳步 或者是你們來講說 到底是不是有團交 是不是有拔隊 最後一個課題是 到底公眾利益這個東西 是屬於誰 搶到什麼 最近版本看到了 版本路面是基本上沒有被挑戰的 正版本的公眾利益 是大家在討論的空間當中 那什麼是公眾利益 傳教者在中間停留 傳教是不是屬於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是 到底他對你第一點挑戰是 基天取經真的只有公眾利益 作為最多情報嗎 唐漫美行就個人行行啊 然後個人在 甚至他第二層的指望 你說公眾利益難免 在過程期間當中嗎 身為一個唐朝傳教者 在過程中停留 難道是天津他有提供跟指望 然後為什麼不停留在那邊 其實他要真正表達的意思是說 既然是他注重想樂的話 既然如你們所說 三十天都在想樂的話 那為什麼不乾脆你們在那邊 的意思 他在挑戰的是 這三十天裡面 到底他是做的想樂的動作 還是傳播教育的動作 還是傳播教育的動作 那時候會有公眾經濟的動作 不過當中裡面有什麼目的存在 可是你必須要告訴我 那三十天都是在想辦法什麼情況 竟然對馬給你這樣一個挑戰的時候 你必須要回應去解釋那三十天 他在這裡要做什麼 他當時一句話沒有講 整天只在吃 只在放 還是怎麼樣的情況 而且你好吃 不是你講一個 他有其他運動在見尿 慘得他好像是公眾利益 啊 所以 所以 對於例子的篩選的時候 啊 謹慎一點 而且我覺得個人覺得 剛好也結束了 第一個重點的論證線 其實是有點奇怪了 依你們實在排證結果的順序 應該先達成個人利益 對於公眾利益 才達成個人利益 其實這兩種都可以規律於結果的 那你要規律於來源的話 公眾利益來源的結果啊 如果沒有過程之間的 此處 你會了解經文 你會翻譯到法輪 還是你會提到經文意思嗎 他們也提出來一些挑戰 那麼如果是 如果是在從個人利益 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那就是 我在過程當中 沒有學講個人利益嗎 個人利益 好像也可以是過程當中的東西 所以在這一點情況下 你們論點其實是在 一直在反他們 火線下面在進攻啊 啊 我覺得他們沒有進攻完成 只在挑戰耶 他們真的沒有在火 他們在擠耶 但是你們沒有 你們真的是沒有抓住 他們的 真正的核心東西 先到家裡 我覺得公眾利益價值 他們是屬於一個非常非常支持性的戰場 以至於你們沒有去阻擋 這都沒有清楚告訴我說 這是文學的意義 這不是過程體現給你的東西 我們還看到是文學的意義 我看到五個人的意義 所以我說你們都沒有切分清楚 到底你們討論是哪一個戰場 所以我不能看文學的東西完全利益 因為我必須猜一下 所以 因此的話 我覺得他們 主線有被挑戰 你們的公眾的主線 是在被挑戰當中的 所以我必須要看他們的 然後對於交通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必須聽清楚 對方的到底意圖是什麼 與其抓住佛祖兩個之貨 遭到你們認為容易供的事情去供 其實沒有效果 看起來就算在談論當中 你得到有事給一根取 我給你判得到另一樣 對加工是沒有幫助 對你的戰場是沒有幫助 這有沒有看到盤問 甚至是在情緒的反駁 跟自由變大半段 雙方都是在浪費時間 沒有對這個變形 是一定的推進 這我交通上面 不需要譴責事情 因為你們真的沒有去聽清楚 對方持的是什麼東西 你們只是給予 一直在給予回應 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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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變動的時候 是你必須要先理解 對面的邏輯到底怎麼樣好 整個主線體系到底怎麼樣好 才去進攻 而且他們的主線 不只在主線搞 就是在二邊搞 三邊搞的時候 他們反駁大概半分鐘到一分鐘的時候 剩下兩分鐘圖稿時間 他們都是在講他們的主線 當然 進變的解變沒有預先提出來 既然他花那種時間來講 你們又沒有進攻的話 我覺得是你們嚴重忽略了這個大堂 還有一個中國課題是告訴我說 同樣的課題由正式解決提出 我猜都是給予忽略 原因應該很簡單 同樣的課題應該會在二三個月 才是一遍允許要成績出來 一 你是正式 六 回應機會 二 我覺得你要不要 我接不接受 很有可能採取裁判的行政 告訴我我到底要不要接受 可是你提出來的時候 你是以更加加重的程度 但是這個面積其實 討論是更應該不動水 而不是更加不動水 你的程度之分其實也可以被詮釋為 我應該是優先順序的排列 你這個詮釋不是唯一的詮釋 所以你們告訴我 為什麼不應該以優先順序作為排列 而是說因為我 我身份注重了 所以我們就更加注重他 結果好像被忽略了 所以我們應該更加注重 你用我是更加的概念 可是不是更應該的概念 更應該的概念 更應該的概念 有有可能出現的可能 可能 可是你必須講一個方法 去解決到這個立場 是不是應該用這個概念 而且更應該的概念 還有另外一種同量概念 就是要做 我應該先注重過程 才注重結構 還是先考量結構 才注重過程 這也是 這個屬於優先順序 去排列的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同量到 1在正式題開始 2 我的節奏過來講 有疑問 所以 3 這個工作 導致說 不是四邊做的 應該是由二邊做的 有請你讀稿 有請你分享一些資料 對你的立場的幫助 你不如把他移錢 讓你的二三邊去說 然後對於個人表現來講 我 我必須說 談論 你們不明白 因為你們不明白 你們到底最後想要 達到什麼樣的答案 你們想問出 什麼樣的結果 就很像 你問 就很像 我舉個意思 在正方的話 像正二的談論 你丟贖了很多捲 數據很多捲 之後你又倒點金書 你有倒分 對你的立場的幫助 我知道這方可能會很難看 可是在奧瑞港當中 你的談論應該先去確定他的論點 確定他的意思 才解決反駁跟詞問 你這樣子為難他 場面的確是你占有 可是實際論點的推進 在一邊的當中 其實沒有任何效果 反正 我知道你們有些東西 其實問了 其實是有東西要問的 一去一回都有傳教 傳教是不是公眾的意義 假設你講的如此清楚 告訴我 我一定要答到問題 是質問你這個 那我可以很容易判斷你 可是你傳到的東西 其實在正方一般掙扎 和很講話的草域問題過後 其實你不懂 你真正要答到問題 一 你判斷不出他 有回答的問題 你不懂 其實你自己問了的問題 拿到答案後 應該怎樣去運用 這一點三個面所都有出現 所以這場的盤論 幾乎雙方 盤論都會有很低分的狀況 然後我想確定的是 盤論 這尤其是野生方 盤論 盤論 其他三個的話盤論 盤論盤可能盡可能提借你們的優勢 可是在奧利高的這樣有三個 盤論他的目的其實在於 讓你去確認對方的東西 才幾乎反過 盤論的目的不只是在讓對方出所而已 我知道有些邏輯概念是對方肯定會打不出來了 而且你們的層次當中 因為是你們一直要用 你們的秩序去打波子的概念 可是你們在層次當中 其實假裝清楚 你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只是你們的秩序 又在重複的時候 是在安徽之間 而且 你真的只是在提前對方的醜而已 當場推進 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值得戰場的事情 假設你有戰場推進 你運用了吃對方醜的話 和你技術很高利 可是你戰場又有推進 可是你盡可能想吃對方的醜的話 你這個盤額是很有誠意的 包括大盤 所以 對於截面的建議來說的話 我建議 把事情盡量處理場上 用有的邏輯 做錯誤的概念 因為你後半段 讓我們有很強烈的感受到 你是在層次高的 一個截面在這個場上 有如此多問題還沒被理解 如此多問題還沒被回答 不應該是層次高 更不應該是處理現場的問題 而正是 就是 你應該分得清楚 你能現在處於 這個事來處於優勢 因為是公眾議題方面 你應該想去判斷 公眾議題方面 你應該想去總結 而你的同樣標準 問題有公司最後的時刻來想法 如果最後的時刻來想法 如果最後的時刻來想法 準備對選不同度 如果是特地要換到最後來講話 策略上不同的 然後 盡可能了解你方 其實是處於 論點被受攻擊 可是他們的論點 從來也沒被總結的狀態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態勢的話 那麼 你要總結 只會死角了一點 沒有真正可以 完全在 扳回之前的這件事 因為何老師說 你們是處在這件事的 在自由變的時候 氣勢上屬於 氣勢上屬於傷口 不代表說你在腳踏上面是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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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你明白我意思吧 你基本上从主编到结面 就是为了自推这个大提的话 你为自推这个大提的话 以前的辩论上也可能合一 但其实现在辩论上已经变到我们平队的一位 你明白我意思吧 我们看双方胜利的论点 如果你完全没有处理 就变成它全部成立 而你不断推这个大提的话 不断在反驳的过程 就变成是你的立场不断在收索 你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我不大建议你们 如果在採取这种组织大提的策略 以前我就知道我们有事 但现在是最有点别人 我建议反方一下 反方二变和三变其实有出很多信念 但是二变一方面的 就是你的稿当中有出很多三变 例如过程会影响结果 混搅目的跟结果是不同的 然后四人如果缺点 就是四个人的不同的缺点 如果过程不出现 不会让这个四个人一起团结 因为四个人都不所做嘛 然后你还有推出的就是 过程也可以帮人也可以补充生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很重要的东西 例如过程会影响结果 但由于你们都是提到 你们感觉就是你们的稿 是你们的 懂啊 就是学长结合的教员主席 当你们提到平时有提到你的经历 但虽然我有提到 我是觉得后面有 就是你的节边有提出来 也不是你的独大东西 所以我是有权 就是评论是有权 读约掉这个东西的 虽然听到 所以可惜的一点就是 你们有很多很重要的点 但你们不会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工具 还有你自己的抛搭去攻击对手 这就是你们取决的地方 所以尽量把那个东西一届为一届的东西 可能花更多时间去把它夸大来讲 都只是这个是你要打的东西 你需要准备更重力 更有层次的一些形象 对 我会点评一下吧 所以你真的在打盘的时候 我知道你会有一些技巧在打盘 甚至在谈论的时候 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竟然在谈论的时候 对吧其实还没有问题 我认证说这个情况 你不应该打断塔鞋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不再问问题 他在你倾家 他在乱这一下的时候 他可能要给出性格问题的时候 他问题还没给出 那应该都到我讲吧 其实我觉得他还没算是讲很久 以至于你不讲的状态 就算他讲很久都好 就听得很清理哦 叔叔告诉你说 这个词 这个真的不在此 这个在词词 我们心动会有数哦 可是刚才那样的行动 让我觉得有虔诚意的原因是因为 你他还没有问问题 他甚至还没反过你 你问我可以讲话的吗 就我觉得你是为了让你整许 更多讲话实验 我是为了让你在 资讯上面达到你们一定有问题 而去做 这就是如果你 如果你赞成 资讯应该是问的人讲得比较少 达人讲得比较多的话 那你就看到你的资讯的时候 到底是你讲得比较多 还是回答上讲得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资讯大家 我在马来西亚里有可能 大家都知道会有点技巧 但是如果 能听可能诚恳跟公平的话 我觉得资讯必须朝这个方向去走 与其朝 技巧的方向去走 好 感谢 订阅们 一定会有点资讯 资讯马上有请各位评审同 感谢观看